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风哥 本期的军模现场视频给大家带来是一款由H&M公司所出品的EB-72德国空军F4F鬼怪战斗机的模型 我们打开看一下它的包装 大家看到了这是一款非常独特的迷彩涂装 这款迷彩涂装是上世纪的70年代德国空军为了测试迷彩的效果所专门喷涂的一架鬼怪 但是它的迷彩最终是没有被采用 因为它只适用于蓝天白云这种情况下 适用范围非常小 但是它的涂装还是非常漂亮的 所以我也是果断的把它收下来 那我们话不多说直接开开来看一看这款模型它的做工到底怎么样 那我们看到这款F4F 它给的武器配置就非常的寒酸 基本上是没有给武器的 除了就是给了两个武器的挂架 两个附油箱 两名飞行员可替换开启的前座舱的舱盖 起坐架和一个支架 这款迷彩涂装非常适合蓝天白云的效果 当然这种天气是非常少的 所以说呢这款涂装最终也是没有被采用 它的合金量非常好 主翼合金的 当然它的垂尾平尾都是塑料的 而且这个平尾塑料还非常的软 看到吗很薄 对于HM的F4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了 我们可以算是HM的合金模型里面 家族里面生产数量最大的一款模具了 既然这款模型它给的武器配置非常少 那剩下的只能是靠涂装来凑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款涂装还是非常的优秀 机身上的移印是特别多 这个是机上面 该给的该有的都给到位了 它是来自德国空军第71战斗级连队的F4 它这个坐舱盖 密闭还可以 底部的这个分析略微有点大 但考虑它毕竟是一个可替换的舱盖 能做到这样子也是一个正常的 我们看看坐舱的里面的一个细节刻画 后座呢它是采用一个可开启的一个设计 仪表盘的细节刻画还是很不错的 弹色座椅的拉环 座椅的分色 两侧的仪表盘 还是比较到位的 同样是一个迷彩 但是肌肤的移印就比较少了 支架的堵盖 它是给它堵上了 要上支架的话 要把它拆开 要把它挖下来 才能上支架 这个地方是一个中支的富油箱 它也给它堵上了 这个其实我觉得没必要 可以给它留着 所以让它放盖 我们可以考虑给它先装上 好 应该这样就可以了 前启动架这里有个很长的 很深的一个插槽 我们是安装前启 OK还是非常稳固的 启动架 橡胶态 不可以转动 我们先安装它的一个内侧的 我擦看 感觉也比较酥 不是很牢 毕竟这块模具 说实话非常长了 年代非常悠久了 它这里有一个固定点 固定的点 突点 我们把它这里有个缺口洞 把它给它怼进去 这样可以增加它的一个稳定程度 结合的还是不稳 再用点力 我深怕它的支架 支脚被我给折断知道吧 不太好用力 很松很晃 你看这边一个相对好一点 还比较稳的 还比较稳的 另外一侧就很软 很软很松 固定不上了 咋办 临时先这样对付一下 挂架还是非常的牢的 插把是非常牢的 这个附屋箱是没有足够区别的 好 好 我们上飞行员 大概两个飞行员是黄色的飞行服 这也是高度还原了当时的情况 OK 还要提醒大家 这个空束管它是软质的塑料的 有点长有点细 千万不要碰断了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款F4F它的重量有多少 330克 那现在进行点评这架德国空军的F4F 蓝天白云迷彩的鬼怪战机 它的外形和音量还是非常不错的 当然它的最吸引人的一个最大的卖点 还是它的一个蓝天白云的迷彩涂装 很漂亮 也是独一无二的 但是它的一个问题也是非常明显 那就是长时间的模具使用以后 导致它的装配的精度出了很大的问题 起落架 足起落架的安装很松 而且它没有给很多的武器配置 只给了一对附油箱 一对武器挂架 没有给任何的武器弹药 这点非常可惜 所以说除非你对德军的装备 德国空军的鬼怪战机特别感兴趣 一般的话我就不建议大家进行收藏了 那好了 本期的军本节奏视频就到这边 喜欢小伙伴一代过的视频转发点赞 关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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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视频更加上我们下期见 拜拜